第25卷 独孤生归徒闹忙 东元蝴蝶正飞忙 又见罗浮花气祥 梦短梦长远迪士 莫贪此者物黄粮 稀有夫妻二人 各在方年 行婚燕耳 如交似妻 如鱼似水 刚刚三日 其夫被官府换去 原来为几姐军粮食 文书上经了他明信 要他父亲钱交纳 如违宪时刻 军法从事 立刻起行 身也不容他转 头也不容他回 只烧得个口信到家 正是上命所差 盖不咬起 一路攒行 心心念念 想着魂家 又不好向人告诉 只落得自己漆黄 行了一日 想到有万变 事业素于旅店 梦见与魂家相聚如常 行其夫妻之事 此次我也不梦 到一月之后 梦见魂家怀孕再生 醒来复之一笑 节系如期交纳前凉 太平无事 行夜赶回家乡 搅了批回 入门见了魂家 欢喜无限 那一往一来 约有三月之遥 长言道 兴趣不如远归 夜间与魂家重谋恩爱 自不必说 其七世纪别后相思 因说每夜梦中 如此如此 所言光景 与丈夫一般无二 果然有了三个月神云 若是其夫先说的 内中还有可疑 却是魂家先续起的 可见梦魂相遇 又能交感成胎 只是彼此精诚所致 如今说个闹梦故事 亦恶夫妇击死而然 正是梦中时想飞拳甲 百日奔驰莫认真 话说大唐德宗皇帝 真元年间 有个金氏复兴独孤 双名霞叔 家住洛阳城东 重贤离中 自幼养溢 十岁便能作文 到十五岁上 今始精通 下笔数千言 不待思索 父见独孤己官 为私封之职 新年存日 曾与霞叔 聘下童年思农 白心姐女儿 珍珍小姐为妻 那珍珍小姐 花容月貌 自不必说 似绣苗花 也是等闲之事 单喜她身通吻墨 善妇能识 若交去英文科 文文里是个状元 也霞叔正是一双良好 彼此你知我见 所以成了这头青史 不亦霞叔父母怜丧 丈人丈母亦相继弃世 功名未遂 家世日渐凌落 同铺也无半个留存 刚刚胜得几间房屋 那白行俭的儿子 叫做白长己 是个胸窝势力之徒 见霞叔家到穷了 就要赖她的婚姻 将妹子 为佩安琳富家 新的娟娟小姐 是个真烈之女 劫发自事 不肯改解 白长吉强她不过 只得原嫁与霞叔 却是随身衣室 并无一好装帘 只有从佑服饰一个妖魂 催俏从嫁 白氏过门之后 甘手贫寒 全无半点怨恨 只是沉吹业绩 以走霞叔读书 那霞叔一者 敬她杰发的智姐 二者重她秀丽的雌华 三者又爱她 娇艳的颜色 真个夫妻相得 似水如鱼 白氏青族中 倒也连霞叔是个未发达的才子 十分尊敬 只有白长吉一味屈炎富热 说妹子是穷骨头 要跟嫩样恶 腐坏她体面 见了霞叔就如眼中之刺 肉内之丁 霞叔虽然贫穷 却又是不肯抚养人的 因此 两下岁绝不相往 时至真元十五年 朝廷开歌曲市 传下黄榜 其余三月间住进市都附近市殿市 霞叔别了白氏 前往长安 自卫文才 碧魁春榜 位置共举的官 是李布侍郎同品张氏郑于庆 本曲霞叔卷子第一 启之策上说着奉天之难 皆因奸臣如己 且弄朝权 致使金元节度使姚令元 与太魏珠得以即变心 节度府库 可见众君子空左太平而不足 一小人搅乱天下而有余 过人均用舍 不可不慎 原来德宗皇帝心性 最实才记 说他只赐朝廷 其善使证 遂将头卷废弃不录 那白氏两个族书 一个叫做白居易 一个叫做白敏忠 文才本在霞树之下 却皆登了高科 单单只有霞树一人落地 好生没趣 人业收拾行李东归 百居易 百敏忠之德 其来渐行 只送到十里长亭而别 霞树途中愁闷 富氏一首 誓云 童年邪策 富熙秦 若贯无成主路人 使命不将民主和 不依空惹上京城 在路非止于日 回到东都 见了妻子 好生惨乃 终日只在书房里 发奋公输 每想起落地的光景 便淒然泪下 虐白氏时时劝解道 大丈夫公民 终有机会 何苦推之如此 小叔谢道 多感娘子后裔 屡相宽慰 只是家贫如喜 衣食无聊 纵然霸得日后亨通 难就目前仇困 如之奈何 白氏道 所愿有云 十方九空 也好省穷 我想公公三十年换游 其无几个门生 顾就在要路的 你何不趁此闲时 一去访求 唐获得他资助 则三年送赌之费 有所赖以 指这句话头 提醒了霞叔 达到娘子之言 虽然有礼 但我自有公输 未常交接人士 先父的门生顾就 皆不与之 指认那个伟高 是金赵人 表自重享 当初被账人张严赏 逐出 来头先父 举荐他为官 甚是有安 如今他现作西川节度时 我若去访他 必有所助 只是东都到西川 相隔万里成途 往返便要今年 我去之后 你在家中用度 从何处置 以此抛撇不下白氏道 借有这个相识 便当整杯行李 送你西去 家中试体 我自支持 总有缺乏 姑子妹加油可假待 不必忧虑 霞叔欢喜道 若得如此 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 但是路途跋涉 无人跟随 却怎得好 霞叔道 总然有人 也没许多盘费 吃索罢了 遂及捡了个几日 白氏与霞叔收拾了寒暑一桩 带着腰换脆 情致开药门外 一杯剑松 夫妻正在不舍之际 骤然下起一阵大雨 急奔入路邦一个飞寺中去躲避 这次叫做龙华寺 乃北魏时广陵王所见 电雨十分雄壮 截下栽种名花异果 又有一座钟楼 楼上同钟 想望五十里歪 赫背胡太后一入宫中去了 到唐太宗时 有胡僧令注意忠在上 却也想到二十余里 到玄宗时 还有五百僧众 香火不绝 后造昂陆山贼党十四名 攻陷东都 杀戮僧众 将忠庆毁为兵器 花果乏味乔苏 以此四碎腿白 霞叔与白氏看了 探道 这等一个道场 难道没有发心的 宠家修造 应向佛前祈祷 阴空保佑 若得成名时节 适当捐奉 在整山门雨季之后 灯土分别 正是 迎头威力去人去 或可威徒访客来 不提白氏归家 且说霞叔在路 小行夜宿 整整的一个月 来到荆州地面 下了川船 从此一路都是上水 除非大顺风 方使得不凡 风略小些 不要扯着百丈 你倒怎么叫做百丈 原来就是欠子 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 用这一寸多宽的毛主片子 将生气搅着麻丝阶城的 也有一百多丈 为此船中人叫做百丈 在船头立个鹿鹿 将百丈盘于起上 按上扯的人 只听船中打鼓为号 霞叔看了 方才记得肚子没有湿道 百丈内将船又到 打鼓发船和出廊 却就是这件东西 又走了十余日 才是黄牛峡 那山形生成四头黄牛一般 三四十里外 便远远望见 这峡中的水更溜 急切不能够到 因此上有个俗愿云 朝间黄牛 木间黄牛 朝朝暮暮 黄牛如故 又走了十余日 才是渠塘峡 这水一发寂静 霞中有座石山 叫做燕雨堆 四五月间水涨 这堆只留一些些 在水面上 下水的船 一时不及回避 出着这堆 船变粉碎 尤为厉害 霞叔见了这般显露 叹道 蛙里头人 尚未知识的如何 却先受许多惊恐 我娘子怎生知道 原来八东霞江 一连三个 第一是渠塘峡 第二是广阳峡 第三是乌峡 三峡之中 唯乌峡最长 两岸都是高山峻岭 古墓樱森 硬碧江面 只落得中间一线的晴天 除非日月正中时分 方有光明透霞 数百里内 岸上绝无人音 唯闻原生 就业不断 因此有个俗愿云 八东三峡乌峡长 原名三生断刻长 这乌峡上就是乌山 有十二个山峰 山上有一座高堂关 湘船楚湘王 曾在灌中夜寝 梦见一个美人运见整喜 连别之时 自称是福西皇帝的爱女 小字瑶姬 未行而死 今为乌山之神 朝为行人 目为行语 朝朝暮暮 阳台之下 那湘王醒后 还想着神女 叫大夫送玉 做高堂妇一遍 但形容神女 十分的艳色 因此 后人密庙山上 叫做乌山神女庙 霞树在江中 遥望庙宇 举水为江 安安地祷告道 神女既有精灵 难通梦寐 岂为我特托一梦 与家中白氏妻子 说我刻图无恙 免其仇念 当父一言相谢 绝不敢学宋大夫 做此一谢之语 有无始女相名 其次先见自古道的好 有其人 则有其神 即使祷告的 许了做师做父 也发下这点虔诚 难道托梦的 只会行云行鱼 再没有别些灵感 少不得后来有个应验 正是 岛齐仙梦通规格 祭报平安心意间 除了无暇 在金油巴中 巴西地面 都是大疆 不觉又行一个多月 方到成都 城外邻着大疆 去世卓锦江 你倒怎么叫做卓锦江 只因成都造的好景 朝廷称为赎井 造井继承 需要取这疆水 再加洗浊 能使颜色倍加鲜明 故此叫做卓锦江 唐明皇 未必安禄山之乱 曾铸毙于此 改成都为南京 这便是西川节度时 开府之处 真个卧也千里 人烟凑极 是一花锦事件 霞树无心观完 一进入城 奔到帅府门首 访问为高消息 起之数月前 因为云南满意反叛 统领兵马针脚去了 需持平定之后 方得回府 你想那征战之事 可是期的日子定的吗 霞树得了这个消息 惊得进退无措 叹口气道 常言 鸭来投灵 人来投主 偏是我霞树嫩般 命保万里而来 却要投人不找 跨一路盘缠已尽 这里又无侵蚀 只有来的路 没有去的路 天哪 误得不是活活坑杀 我也自古道 竟然自有天象 霞树正在率府门首叹气 放边呼转过一个道士问道 君子何叹 霞树打道 我本东都人士 父姓独孤 双名霞树 只因下地家贫 原来投业故人为众 想 习他资助 岂知实命不计 早已出争取了 遇待后他 只恐作解无期 又难作手 遇待回去 争奈盘缠已尽 无可徒归 是我进退了难 是以常叹那道士说 我本到家 尊以借人为事 闭关去此不远 君子记在穷途 若不嫌粗茶淡饭 只在我罐中 全过几时 等待结实回府 也不复远来这次 霞树再三谢道 若得如此 深感深感 只是不好打搅 便随着道士 尽头罐中而去 我想那道士与霞树素 拌面 直到他是圣底样人 便肯收留在罐中去住 假饶这日无人搭救 却不穷途流落 即是归去 岂非是霞树 不欲中之欲 当下霞树与道士 离了解都府前 行不上一二离许 只见苍松翠白 交直左右 中间归背大路 显出一座山门 提着壁落关 三个波及大的金子 这关乃汉石流先主 为道士里计盖造的 这堂明皇时 有个得道的叫做许左卿 从家修建 果然是一尘不道 神仙境界 霞树进入罐中 站立法相了 道士流入房内 重新叙礼 分兵主而坐 霞树举目观看这房 收拾得十分清雅 只见壁上挂着一幅四轴 你道这四轴 是那个名人的古迹 却就是霞树的父亲 私奉独孤 及送许左卿 还属之作 诗云以颗声歌去露催 故人争劝别离悲 苍龙却下场相依 白鹤山头更不悔 原来昔日唐明皇文的 许左卿是个有道之士 由安车普伦 征聘入朝 左卿不愿为官 亲赐池玉环山 满朝宫亲大夫 富士相赠 皆不如独孤己这首 以此观众相传 珍重不斥拱臂 霞树看了父亲一记 不觉煽然泪下 道士道 君子见了这时 为何掉泪 霞树道 使不相瞒 迎见了仙人之笔 故此伤感 道士文之霞树 即是独孤己之子 朝夕公代 分外夹境 光阴迅速 不觉过了半年 那时伟高降服于南诸蛮 重回帅府 霞树连忙被李求见 一者称赫他得胜而悔 二者诉说自己穷仇 远来愉悦的意思 正是 故人常望贵人后 几个贵人连故人 那维高一见侠书 盛香款业 真要多留几日 少尽关怀 岂知吐蕃赞谱 时常亲属 真是云南诸满 为之向导 静闻得维高 收服云南 施其羽翼 碎其雄兵三十余丸 杀过戒来 要与维高 清决胜负 这是烽火警戒的事 一面邪表深奏朝廷 一面姓氏典将 前去底底 霞树叹道 我在此守了半年 才得相见 忽悠有此鞭炮 岂不是命 便向杰都府中告辞 维高道 吐蕃入寇 满地干戈 岂还有路归得 我已分寸 倒是好生管带 且等杀退翻兵 道徒宁静 然后慢慢地 与仁兄建行变了 霞树无奈 只得依远 照旧住在碧落关中 不在话下 且说 维高统领大兵 离了成都 直至家门关外 遭与吐蕃人马相遇 先差通时 与他打话道 我朝自于你国和亲之后 出嫁公主 做你国赞婆 永不许新兵相反 如今何故被蒙 屡屡饶我属地 那赞婆答道 云南诸宜 原是臣服我国的 你怎么折敢加兵 心战将界 好好的还我云南 我便收兵回去 半生不肯 将你西川也是难保 为高道 圣巢无外 补天下那一处 不属我大唐的 右战便战 云南断还不成 原来吐蕃没有云南云人向导 终是路径不熟 却被围高 居在森林穷谷之间 偏差旗帜 假作伏兵 又叫不均舞着藤牌 伏地而进 用大刀砍起马脚 一声炮响 骨脚齐鸣 冲杀过去 那吐蕃一时无措 大败亏书 被围高追逐出境 直到赞谱新著的王城 叫做莫波城 进阶打破 杀的吐蕃 尸痕遍野 血染成河 端的这场厮杀 可以功劳不叫 维高见吐蕃远顿 即便下令班师 一面拆牌将基层书 飞奏朝廷 一路上 喜滋滋边敲金凳响 笑应引起唱凯歌声 花分两头 却说独孤侠书 久住碧落罐中 十分郁郁 心不有懒 消遣客怀 我到一个去处 叫做生仙桥 乃是汉朝司马向儒 在林琼县 窃了卓文君 回到成都 紫英家事萧条 寿人武漫 体下两行大字 在这桥柱上 说道 大征服不成司马高车 不过此桥 后来坐了中郎 奉召开通云南道境 持即而归 裹碎起至 霞叔在那桥上 徘徊东望 探到 小声不愧司马之才 娘子竟有文君之貌 只是怎能够的 这司马高车的日子 下了桥 正带取路回关 此时 恰是暮春天气 只听得林中子龟 一声声叫道 不如归去 霞叔听了这个鸟声 郁家仇闷 又叹道 我当初与娘子临别 本已一年半载为妻 岂值耽搁到今 不能归去 天哪 我不敢问 维高的厚增 只愿他早早退了翻兵 送我归家 却也免得娘子 在家朝夕悬望 不绝春去下来 又过一年有余 才等候的 维高 顺旅而还 那时 杰书已到朝中 得宗天子制的 维高 站退 吐蕃 成了大功 老远大喜 一笔家寿 兵部上书 太子太保 人领 西川解都市 回府之日 何属大小文武 那一个 不奉牛九拜贺 只待居门 烧霞 霞书也到府中 春庆 资念客图无以为理 做得蜀道义篇 你倒为何叫做 蜀道义 当时 唐明皇天保末年 安禄山反乱 却是郑国公演武 做西川解都 有个十一都府 避难来到西川 又有成像房外 也扁做 解都府蜀官 只愿演武性子 颇多猜狠 随汉林供奉李白 做蜀道难辞 七伟特云 景城虽云乐 不如早归家 也是替房督两宫优威的意思 霞书故将这男子改作一字 翻成岳府 一者称颂为高功德 远过言武 二者见得自己 巧语景城 得其所处 不比房督两宫 以此碍碍地打动他 此云 虚皆属道 古以为难 残从开国 山川玉盘 秦至金牛 道路史堪 天梯实战 构阶微软 仰博清宵 俯挂飞团 连河之劫 尚莫能干 使人对此 宁不悲叹 自我为功 见解当官 荡平息寇 降服难满 风烟鸣熙 迷雾应凡 四方伤骨 争出其间 匪无跋涉 启发激盼 若再任习 祭坦而安 灯吃辽机 捅不欲寒 试称天福 唯利多端 戒言克子 可以开言 景城甚乐 何必思缓 唯高看见 蜀道义这一篇 不胜叹服 便对霞叔说 往事李白 所作蜀道难 此 太子宾克赫之将称 他是天上 折下来的仙人 尽管仁兄高才 何让李白 老父母府 正缺书记一员 应于深奏取旨 击中仁兄 为礼不原外 全冲西川节都府 即使参军 树得潮汐领教 不识仁兄 恳取从否 狭树达道 我朝最重科目 凡是子不摇 其地出身 便坐到九集三怀 终久被人欺悟 小生虽则三番末地 壮气未衰 怎仁把先是科名 一朝自费 如今刀玉贵阵已过岁余 寒金白是在家 久无因信 朝夕隐挂 不能去怀 八得金毛回府 正要告辞 扶其扶健为情 物贤方命 为高泄道 即使人兄不远 老夫欲不敢相强 只是暮下岁目 冰雪载图 不好行走 不若少待开春 至终送别 未为完颜 霞树一来见为高一死殷勤 二来想起天气果然寒冷 路上难行 又只得住下 来过残辣 到了新年 又早是上元佳节 原来成都府低沃人愁 本是西南都会 自唐明皇驻毕之后 四方朝贡 皆寄于此 便有京都气象 又经验正宫 正守八属 专以平静为正 因此离人繁复 酷藏冲饶 现今为高寄他 降服于南朱仪 击破吐蕃五十万众 威名大正 这为高 最是豪杰的性子 因见地方拧定 民心归附 欲传号令 吩咐城内城外 都要点放花灯 与民同乐 那道令旨传将出去 谁敢不依 自十三至十七 共事五页 家家门首扎父灯炸 张挂兴起好灯 巧岸烟火 照耀如同白昼 施满色火 古月生肖 通宵打蛋 唯高每夜大张炎炎 在散花楼上 当请霞叔 庆赏元宵 刚到下灯之日 霞叔便去告辞 唯高再三苦留 终不肯助奶 对霞叔说道 人兄归心即绝 四难相强 只是老夫 还有一杯淡酒 些小资装 当在万里桥东 再与人兄续别 心无故聚 集传令 拨一传之 四日在万里桥伺候 送霞叔东归 六点长行 君士 一鸣护送 到明日 维高试验在万里桥 鉴别霞叔 轻举金碑 说道 此桥最古 西诸葛孔明 送费衣食物 倒是万里之行 时时于此 这桥因已得名 经人兄亲云万里 亦有金矢 愿努力自哀 老夫常观随必 拱听你金家暴 特为人兄坛之一脸的劝了三杯 方才捧出一个锦囊 说道 老夫生和令仙公推荐之力 得有今日 只阴王室央掌 未得少仇大恩 有泪远铃 岂不残悍 但金盗贼生发 势难重窃 老夫辽背三百斤 全冲路费 此外别有黄金万两 赎紧千端 其道路烧宁 专人奉送 勿为老夫轻薄 为夫恩人也 又换过军事分层道 以路小心服侍 不可怠慢军事 叩头答应 侠叔再三败谢道 不才受辞 已属过望 赶凡后命名了锦囊 军事跟随上船 那维高还在桥上 只等望不见这船 然后回府 不在话下 且说侠叔别了维高 开船东去 原来下水船 就如见一般集的 不消两三日 早到无瑕之下 远远的望见 乌山神女庙 想起 当时从此惊讨 安齐神女 托梦我白氏娘子 许她赴诗为谢 不知这梦 曾托得去 不曾托得去 我岂可失信 便口占一首 以偿夙愿 世云 古墓阴森一现天 乌风十二所寒烟 相往自作风流梦 不是阳台云雨仙 提毙 又向着山上 座礼称谢 过了三峡 又到荆州 不想送来那军事 忽然生起病来 霞叔反要去服侍她 又行了几日 来到汉口地方 自此 从汝宁至洛阳 都是汉路 那军事病体 虽欲 难见安马持久 霞叔写下一封书信 留了些盘费 其令随传回去 独自个收拾行李登案 却也会算计 自己买了一头牲口 望东都进发 夜幕行了一个月头 踩到洛阳地面 离着开阳门 只有三十余里 适时天色傍晚 一心四亮赶回家去 策马前行 又走了十余里路 早是一轮月上 趁着月色 又走了十来里 隐隐地听得终鸣鼓响 想到城门一闭 纵感到也进城不及了 此间正是龙华古寺 人品马乏 不若且就安歇解囊下马 投入山门 不争此一夜 有分教 蝴蝶梦中逢一女 路斯标底听娇歌 话分两头 且说白氏自龙华寺前 与霞叔分别之后 虽则家世荒凉 衣食无措 游喜白氏女工精爵 汉莫傍通 旷白信又是个东京大族 孤子媚间 也有着她学习真执的 也有学作诗词的 少不得据些礼物为仇谢职资 因此尽堪知己 但时时纪念张书临别之言 本以一年为约 如何三载尚未回家 挂文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线天 人找问 舌道退 鬼见仇 都这般显为地面 所以古今称说 普路艰难 我如蜀道 想起丈夫经有笔触 必多惊恐 别后要无书信 知道安否如何 教我这条渡场 怎生放得欲带亲往西川 提访消息 这我你娘家 又是个不出闺门的人 怎生去的 除非梦寐之中 与她相见 也好的更明白 因此朝夕悬念 睡思昏沉 深归寂寞 物作无聊 提示一首 诗云 西蜀东京万里分 艳来余去了难闻 深归只是空相依 不见官身仇杀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 思量要做个梦去寻访 想了三年有余 再没个真梦 一日正式清明佳节 姑子妹中 都来腰去踏青游玩 白氏那有那样显心肠 推辞不去 到晚上对着一盏孤灯 七七惶惶地呆想 做了一个黄昏 回过头来 看见妖魂脆翘 已是吼吼睡去 白氏自觉没请没序 只得也上床去睡卧 翻来覆去 那里睡得安稳 想到 我只能命保 要得个梦儿聚会 她也不能够又想到 总然梦儿立会着了她 到底是梦中的说话 远做不得准 如今也说不得了 虚世亲往蜀中 访问她回来 也放下了这条场子 却又想到 我家姊妹中小的 怎么肯容我去 不如瞒着她们 就在明早 悄悄前去 正想之间 只听得窝窝鸡鸣 天色渐亮 急忙起身疏果 伴奏村庄模样 取了些盘缠银两 并几件衣帐 打个包裹 收拾完备 看翠翘时 睡得正熟 也不通她知道 一路开门出去 离了重闲里 请客出了开阳门 过了龙华寺 不觉又找到襄阳地面 有一座寂静亭 连来扶秦时 有个安南将军 窦涛 镇守襄阳 切了宠妾 照阳台随刃 抛下妻子苏氏 那苏氏名讳 自若兰 生的才貌双绝 将衣服塑锦 长广八寸 支撑回文诗句 我色分章 记八百四十一字 十三千七百五十二手 记语窦涛 窦涛看见 历史宋怀阳台 迎接苏氏道任 夫妻恩爱 比钱更堵 后人虽为渐停于此 那白氏在亭子上 眺望良久 叹道 我虽不及若兰才貌 却也粗通文莫 纵有知景回文 谁人为记 使他早整归边 长邪康厉乎 乃口站回文词一手 提于亭柱上 思云 阳春艳曲 历景夸文 伤情之愿 长路怀君 西别同心 阴田思敲 碧凤香残 青蓝梦小 若到独转来 又是一首好词 小梦兰青 残香奉闭 巧思甜音 心同别熄 君怀路长 愿知情商 闻夸锦丽 去燕春阳 白氏提拔 离了季景亭 不觉又过荆州 来到魁府 恰遇天晚 见前面有所庙语 遂入庙中投诉 抬头观看 上面神艺金字匾额 写着高堂观三个大字 乃之是巫山神女之庙 便于神座前措图为乡 祷告道 我白氏小字涓涓 本在东京居住 只为儿父独孤霞书 去访西川节度为高 一别三年 姚归姓 是以不辞白涉 万里相寻 精细寄宿先功 赶成兴趣 我想神女曾能通梦楚王 况我同是女流 岂不托我一梦 扶起大字灵感 显示前妻 不胜浅恳之志 倒霸而睡 果然梦见神女 悲喜说道 霞树九玉西川 平安无恙 如今已经辞别 曲路东归 你此去 怎么还遇得他者 可早早回身家去 虚防图次 尚有事情 保重 保重那白氏 洒然绝来 只见天已明了 想起神女之言 历历分明 压然不是个春梦 碎起来拜谢神女 出了庙门 重寻旧境 再转东都 再露小型木指 以为望东而来 此时正值暮春天气 只见一路上 有的是红桃绿柳 厌武阴体 白氏摊看景致 不觉日晚 上离开阳门二十余里 便趁着月色 咋不归家 呼吁前面一簇游人 笑语喧杂 渐渐地走近 你倒是什么样人 都是洛阳少年 轻薄浪子 每一花前月下 打火成群 斜着的景色摇升 气质的青森翠木 专惯亏人妇女 沉寂风流 百世间那伙人来得不三不四 却带躲避 原来美人映着月光 分外娇艳 早被这伙人瞧破 便一圈圈将转来 对白氏道 我们出锅春游 不约到此 有约无久 有久无人 岂不辜负了这般两夜 此去龙华古寺不远 桃里大开 燕小娘子不弃 疼去赏完一回何如 那白氏听见 不觉一点怒气 从脚底心里 只涌到耳朵跟边 把一个脸都变得通红了 骂道 你需不是史思明的贼党 清贫世界 谁敢挑弄两家女子 况我不是寻常以下之人 是白丝浓的小姐 独孤丝丰的媳妇 前进是独孤霞叔的混家 谁敢罗造 怎经这般恶少 那管什么幻家 两家 任你喊破喉咙 也全部做准 推的推 拥的拥 只逼入龙华寺去赏华 这叫做铁帕洛卢 人帕洛套 正是分明秀阁教规父 全做真歌又久人 且说霞树英进城不及 全在龙华寺中 寄宿已宵 想起当初从此送别 整整的过了三年 不知我白氏娘子 安否何如 因诵襄阳孟浩然的诗 说道 静家心转切 不敢问来人 言有数分 潇然泪下 坐到更深 尚未能睡 呼听的墙外 人语喧哗 渐渐地走进寺来 霞叔想道 明明是人生 虚不是鬼 似这般夜景 难道有圣官府到此 正黄或间 只见有十余人 各执少走奋机 将殿上扫除干净去气 不多时 又见上百的人 也有不舍应喜的 也有陈列九窑的 也有提着灯竹的 也有抱着乐器的 落叶而至 摆设得十分齐整 霞叔想道 我晓得了 今日清明佳节 一定是贵家子弟 出锅游春 阴见月色如皱 定底下桃里盛开 辣漫如景 来此赏玩 若见我时 必被他赶住 不若且伏在后壁佛着霞 待他酒散 然后就请 只是我嫩般晦气 在古庙中要讨一假安睡 也不能够起起身躲在后壁 生也不敢走 又隔了一回 只见六七个少年 福色不一 簇拥这个女郎 来到殿堂酒席之上 单推女郎坐在携手 却是第一个座位 诸少年皆还向而坐 都瞩目在女郎身上 霞叔想到 我猜是豪贵加油春的 果然是了 只这女郎不是个官妓 便是个上纪 何必这般去奉她 难道有圣良家女子 肯和她们到此演演 莫不是强盗们 抢夺来的 或拐骗来的 只见那女郎侧身西坐 攒美醋鹅 有不胜怨恨的意思 霞叔宁这双金 敲地偷看 晚思魂家白事 吃了一惊 这身子就似掉在冰桶里 便提冷麻 把不住的寒颤 却又想到 呸 我好十分萌充 娘子是个有洁气的 平息间 终日住在房里 亲戚们也不相见 如何肯随这班人行走 世上面貌思想的尽多 怎么这个女郎就认作娘子 随这般想 终是放心不下 敲地地在黑眼子里 一步步挨进前来 仔细再看 果然声音举止 我一见不是白事 再无疑惑 却又想到 莫不我一时眼花错任了 又把眼来擦得十分明亮 再看时节 一发丝毫不差 却又想到 莫不我睡了去 在梦儿里见她 把眼沙沙 把脚踏踏 分明是醒的 怎么有此差异的事 难道她做闺女 时尚能揭发姿势 今日却做出这般勾当 岂为我九颗西春 一定不回来了 岁改了节操 我想苏琴落地 争她妻子不曾下机迎接 后来做了丞相 尚然不肯认她 不知我明早归家 看她还有盛面目好来见我 心里不胜愤怒 摩拳擦掌的要打江出去 迎见他人多火重 可不是道落虎须 且在寒人 看她怎身的下场只见一个长须的 举杯向白事道 古语言 一人像鱼 满作不乐 我被与小娘子 虽然乍会 也是天缘 如此良辰美景 亦非亦得 和苦嫩般愁欲 请放开怀抱 欢迎一杯 并求妙音 以助酒情 那白事本是抢必来的 心下十分恨她 欲待不搁 却又想 这般乃是无极卧少 我又孤身在此 怕触怒了她 一时臭泼起来 岂不反受其辱 只得是干眼泪 拔下精确拆 按摆耳隔 隔云 今夕何夕 存也 没也 良人去夕天之涯 元树伤心 其三剑华 自古道 此处家人口 那白事 把心中之事 你成歌曲 配着那娇弟弟的声音 我无缘夜歌将出来 声调情婉 音乐悠扬 真个指令高鸟亭飞 潜于其舞 满作舞不称赞 长须的连称 有劳 有劳 把酒一吸 耳精霞书在黑暗中 看见混家并不推辞 就拔下宝钗 安拍歌曲 分明认得是新年聘物 心中大怒 咬碎牙关 也不听曲终之意 又要抢 将出去死闹 只是恐众寡不敌 反思便宜 又只得安娜住了 再看他们 指尖行酒到一个黄山壮士面前 一曲杯对白氏道 灵清佳音 令人速成遁形 俗念俱销 敢再求一曲 万物推却 白氏心下不悦 脸上通红 说道 好没去 搁一曲进钩了 怎么要搁两曲 那长序的便拿起巨功说道 请制坚令 有句歌者 乏一句制酒到不干 颜色不乐 并唱旧曲者 句叫此力 白氏见常虚形状凶恶 心中害怕 只得又歌一曲 歌圆 探摔草 若尾声切切 辽人一去不复返 今日做仇病如雪 歌霸 众人起身喝彩 黄山人将酒饮干 道声 劳动侠书 兼混家又歌了一曲 郁家愤恨 恨不得眼里放出火来 连这龙华寺都烧个干净 那酒却行到一个白面少年面前 说道 是来音调虽妙 但宾主正欢 歌那样欺情之曲 恰是不成 如今求歌一直有情趣的 众人都和道 说得有礼 歌一个心意而得 劝我们一杯 白事无可奈何 又歌一曲云 劝君酒 君莫辞 落花土绕枝 流水无反期 末世少年时 少年能几时 白事歌还未必 那白面少年便嚷道 方才讲过要个有情趣的 却故意唱嫩般冷淡的声音 请监令罚一大 知常须人正待要罚 一个紫衣少年立起身来说道 这罚酒且慢着 白面少年道 却是为何 紫衣人道 大凡风乐场中 全在帮衬 大家得趣 若十分刻乏 反觉我被锁了 如今 血泉记下这杯 但他另换一曲 可不是好长续的道 这已说的是将大功放下 那久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 白事料到推脱不得 明强灰类 又歌一曲云 愿空归 秋日一南木 夫婿绝音书 摇天艳空度 歌霸 白衣少年笑道 到底都是那些 七创岳母之声 在门衣好 艳衣子一人道 想是他传派如此 不必过择 将九眼睛行至一个造貌 胡人面前 纸杯在手 说道 却立安也不十分明白 任凭小娘子 歌一歌儿 又这杯酒下去罢了 但莫要冷淡了安 白事应连歌集取 气喘生醋 心象好不耐烦 听说又要再歌 把头吊转 不去理他 长续的剑不肯歌 叫道 不应聚歌 便抛一句至白事 到此地位 事不容易 值得忍气寒提 原来就杯罚酒 又歌圆 切切西风集 路自亭草诗 聊人去不回 胭脂眼归起 造貌胡人将九眼罢 却行到一个绿衣少年 举杯请到 意思虽然 信由未浅 更求妙音 已经通宵之乐 那白事歌这一曲 生气已是断续 好生吃力 见绿衣人又来请歌 那蓝点秋步中 扑素素泪珠乱洒 壮人其笑道 对此好花明月 美酒清歌 真乃赏心恶事 有何不美 却嫩般七楚 推煞不愿 该罚 该罚 白事恐怕罚酒 又只得和泪耳歌 歌云 引火穿白羊 背风入炉草 一世梦中游 宠迷故远道 白事这歌 一发前生不接后气 恰如提惨的度雨 较断的哀怨 满作文之 敬绝其然 只见绿衣人将酒饮罢 常续地喊着笑说道 我音律虽不甚妙 但礼物不达 心口周一却 毁尽一杯 你们需要笑话众人道 你又几时进了这桩学问 快些唱来 常续地顿开喉咙 唱道 花前史相见 花下又相送 何必也梦中 人生静如梦 那声音犹如笑瞎麻 病老猫 把众人笑做一堆 连嘴都笑歪了 说道 我说你晓得什么歌曲 弄这样空头常虚人道 正得好富老脸 但凭众人笑话 他却面不赚色 直到唱完了 方达道 休要见笑 我也是好价钱学来的理 你们若学得我这几句 也进勾了众人文说 约发笑一个不止 长续地由他们自笑 却只起一个碑耳 满满针上 千身轻奉摆饰一杯 池袋饮干 然后坐下 侠叔起初见魂家 随着这般少年饮酒 那气脑道包着身子 若没有这两个鼻孔 险下而肚子也胀穿了 到这时 见众人丹逼着他唱曲 魂家又不胜又狠 地气焦零 方才明白是逼乐来的 这气道也略贫了些 却又想 我娘子自在家里 为何被这般杀 采截到这个荒僻所在 好身为绝不下 我且在看他还要怎么 指尖席上又轮到白面的饮酒 他举着金杯 对白事道 施劳妙歌 都是忧愁怨恨的意思 连我等眼泪不绝掉江下来 终绝败幸 必须在求一封月月立之曲 我等席而拱听 信物推辞 侠书万道 这些杀财 劫累两家妇女 在此歌曲 还有许多嫌好道歉 那白事心中正次烦恼 况且连歌述曲 口干舌燥 生气都乏了 如何肯再唱 低着头 指示不应 那长旭的叫道 维令又抛下一句 这只使侠书一肚子气 怎么再忍得住 爱里从地下摸的两块大砖角子 先一砖飞去 恰好打中那长旭的头 再一砖飞去 打中白事的我上 只听的殿上一片壤僵起来 叫道 有贼 有贼 东奔西散 一刹眼尖早不见了 那侠书走到殿上 私下打看 莫说一个人 连着铺设的九言器具 一线没有踪起 好生奇怪 吓得眼挑心惊 把个舌头伸出 半嗓还缩不进去 那侠书想了一会 叹道 我晓得了 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 她的魂灵游到此间 却被我一砖 把她惊散了 这也怎么还睡得着 等不得惊悸三畅 便树装上路 天色未明 已到洛阳城外 来进开阳门 进奔虫弦里 一步步含着眼泪而来 遥望家门 却又不见一些笑事 内心而立 就是十五六个吊筒打水 七上八落地 跳一个不止 进了大门 走到堂上 撞见梅香脆翘 连忙问道 娘子安否 何如 口内虽然问她 身上却淡着一把冷汗 臣恐怕说出一句 不吉利的话来 只见脆翘 不哄不忙地打道 娘子睡在房里 说今早有些头痛 还未曾起来说洗礼 霞叔听见脆翘 说道娘子无恙 这一句话 就如分娩的怨妇 通敌一声 孩子头落地 心向好不宽敞 只是夜来之事 好生疑惑 忙忙进到卧房里面问道 夜来坐 甚不好睡 今早走不起 白氏打道 我昨夜害眼里 指引你别去三年 也要乌归信 我心中时常忧异 越来做成一梦 要亲到西春 访问你的消息 执行至乌山地面 在神女庙里投鞋 那时女又唾梦于我 说你已离巴蜀 早晚到家 修得途中错过 往受辛苦 我一还寻着旧路而回 将近开阳门 二十余里 踏着月色 要赶进城 灰烟火少年 把我逼到龙华寺 晚月赏华 饮酒之间 又要我歌曲 整整地歌了六曲 还被一个长旭的 屡次罚酒 不宜从空中 飞下两块砖绝子 一块打了长旭的头 一块打了我的我脚上 偏然惊醒 碎绝头痛 因此起身不得 还睡在这里 小叔听罢 连叫 怪哉 怪哉 怎么有嫩般意识 白氏变味 有何意识 小叔把昨夜 似中素歇 看见的事情 从头细说一遍 白氏俭说 也称奇怪 道 原来我昨夜 做的 却是真梦 但不知 这火恶上是谁 小叔道 这也是梦中之事 不必要深究了 说话的 我且问你 那世上 说谎的也近多 少不得一惊 帮助 有个边际 从没有见你那样 说瞒天谎的做事 那白氏在家里做梦 道龙华寺中歌曲 需不是轻声下降 怎么独孤侠书 便见他的形象 这般没根据的话 就骗三岁孩子 也不肯信 如何哄得我过 看官有所不知 大凡梦者 想也 因也 有阴便有想 有想便有梦 那白氏 行思作想 一心记挂着丈夫 所以梦中真灵飞跃 有形有相 去为使劲 那霞书 亦因想念魂家 忧思已其 故此虽有醒时 这点神魂 便入了魂家梦中 此乃两下精神相冠 魂魄感通 潜而一见之事 怎说在下调谎 正是 只因别后忧思窃 之使精灵暗往回 当下白氏说道 梦中之事 所见皆同 这也不必说了 且问你 一至许久 并无音号 虽则梦中 在乌山妙其梦 门神女指示 说你一路安稳 甘求诚意 我想数到艰难 不知怎身到得成都 便到了成都 不知可曾见为高 便见了为高 不知赠了你几何 霞书经道 我当初经过无瑕 听说山上神女 颇有灵感 曾按其他托乳一梦 缠个平安消息 不到果然梦见 真个有些灵感 只是我到的成都 我只为高两次出征 因此在毕落关 整整地住了两年半 路上走了半年 岁至耽搁 有妇出盟 有喜得为高 故人请重 相待身后 若不是唯一告辞 这早晚还被他留住 未得回来 将那路途跋涉 为底七两 并为高款贷赠金 差人远送 前后之事 一一喜说 夫妻二人感叹 不仅把那三百金 日主用度 霞书埋头读书 约莫半年有余 为高差两元降效 即说送到黄金一万两 赎紧一千匹 霞书连忙写了谢书 款贷来使去后 对白氏道 我先人出世三十余年 何尝有此换托 我一来家是清白 二来又是如素 指前资所赠 已足度日 何必又要许多 且把来封好收治 待我一日成名 恋有用处 白氏依着丈夫言语 收治不提 且说唐朝智科 率以三岁为妻 霞说自真元十五年下地 稀有八蜀 却错了十八年这次 一到二十一年 又该电视十分 打跌行囊 词别白氏 上清应举 那只供举官 乃是中书门下侍郎崔群 所知霞书才名 有心捡他出来 取作首卷 城上德宗天子 欲比清体状元几地 那霞书有名已久 绑下之日 那一个不以为的人 就立游阶三日 取江次业 印塔提名 清除汉林修传 专之至高 谢人之后 急写家书 差人迎接白氏富人富金 共享富贵 其说白氏在家 恰只过了世期 眼盼盼玄望佳音 一日 正在闺房中 互听的堂前顶沸 连忙娇翠翘出去看时 恰正是金钟走报的来报喜 白氏问了详细 直的丈夫中了同名状元 以守家俄对天败血 整杯酒饭 管带报人 请客就嚷遍满城 白氏亲族中聚来称赫 那白长吉 昔日把霞书和等稀落 几致重了 却又老着脸皮 贝勒厚礼也来称赫 那白氏是个既得不计仇的贤富 念着同胞分上 将前情一笔都勾 相见之间 千欢万喜 白长吉最爱静了身子 为日不来多吞捧屁 就是平日从不往来 吉书冷的清洗 也来引擎居奉 道交白氏应酬不暇 那吉书的差人 行也赶至洛阳 扣见白氏 将书呈上 白氏拆开 看到书后 有诗一首 人 欲经先浮现书人 刺出公袍四烂营 既与吉中愁苦付 好将也面对苏秦 白氏看罢 微微笑道 原来相公要赢我至今 遂留下差人 则己其成 那时浮现拨送船夫 亲戚都来见诵 白长吉亲送妹子至今 霞树介入衙门 夫妻相见 喜从天降 白长吉向前请罪 霞树度量宽宏 全无戒地 即便摆设家严 款待不提 不想那年得宗皇帝宴嫁 百官共立顺宗登位 不上半年 顺宗也就崩了 又立宪宗登位 改元元和元年 到四月间 霞树早生人汉林苑学士 知至高如故 以到他为何生得嫩咒 原来大型皇帝的遗诏 与新帝登记的诏书 前后四篇 都出霞树之作 这是朝廷极大手笔 以此累功 不次千拙 恰好五月间 有大赦天下诏书 霞树成这个机会 就讨了宣舍的差 夫妻二人 以警还乡 亲戚们都在十里万营街 府县官也出国相迎 霞树回到家中 焚黄夜幕 杀猪载羊 做庆喜言喜 便请清零 饮酒中间 说起龙华寺 曾许下怨心 要把维高送来的黄金万两 说尽千匹 都舍在寺里 重修宝殿 再整扇门 即便选择集成 心动公义 其是白敏中以中书侍郎 请告归家 白之义 新受杭州府太守 回来夫人 两个都到霞树出贺喜 见此圣缘 个个不失 那周县官也要奉承霞树 为一个不来助攻 眼见的这龙华寺不日建造起来 比初十月家起着 但见 宝定 从而轻必落 山门红场压营符 却说为高九真属中 自知年纪见老 万一西翻难移 有些绝洒 恐死为名 尚表孤寝海骨 应见霞树自带 丰盛职 为高震树多年 功劳记住 可敬光露大夫 又丞相 同品张氏 丰相国公 迟一回朝 独孤霞树类长斯文 亡言无舔 仿之于望 千位通才 可家兵部侍郎 连西川节都市 人这走马夫人 无得耻物 亲此霞树接了诏书 恐怕为了亲县 并同白氏夫人沉船而去 未到半路 早有为高拆官迎接 约定在魁府交代 恰好无山神女庙 正在魁府地方 霞树与白氏 陈此便道 先往庙中航乡 细他托梦的灵感 然后与为高相见 续过寒温 送过赤印 把大小军政 一一交盘明白 才吃公宴 当日霞树就回了喜 明早 点击车骑队伍 护送为高环朝 从此上任之后 中午镇静 军民安堵 威名更胜 朝廷雷家包赏 只做到太保 监力兵二部尚书 封为古宫 白氏告封为国妇人 夫妻偕老 子孙荣圣 有诗为证 梦中光景醒时音 醒入真时梦一针 勿怪吃人凭做梦 怪他说梦一吃人 他说梦一吃人